大家好 歡迎收看7月7日 星期三的收市港Round 還有一層議題和大家總結港股卻化 港股還未止跌 連續跌足7天後 是屢射1327點 美國長債息率回落 美股納指在創收市新高 但無助港股轉勢 恒指低開295點 一度大錯近370點 然後藉著A股回升之力收窄跌幅 收報27960點 採112點 跌了0.4% 至今跌足7天 合共1327點 累跌4.5% 國指同樣在今日低開低走 收報10149點 跌了119點 跌幅1.2% 科指收報7603點 跌43點 跌幅0.6% 大雪成價金額1566億元 先來看看創榜股份的走勢 右邦升8.5% 市場憧憬內地加強中概股的監管 會衛及到港交所 股價創到495元的一個月新高 收報491元大升8.5.3 匯控亦從越低回落 推升8.0.7% 市場對監管收緊影響科網平台的憂慮還未退去 見到科技股份持續受壓 騰訊小米雙雙見一個月新低 分別下跌1.92%及0.8% 美團及阿里還有網易跌了1.3%到1.8% 快手及大市同步連跌7天 見163.5%新低 收報165.1% 收跌3.4% BillyBilly大跌5.1% 航運股份再啟航 見到中遠海鴻獲得大航唱好 上條目標價 股價創17.48的52週新高 收報17.46 急升8.9.8% 而中遠海發大升6.1% 太平洋航運還有大航唱好的東方海外 分別收升4.8%及4.3% 盛司貨櫃亦受到帶動 急升8.8.5% 今日有兩隻股份首日掛牌 小鵬汽車方面一度破發 最終收報165元 招股價在持平 另外招帳眼科收報14.1% 比招股價10.6要高出3.3%左右 不計手續費 一手500股賺1750元 今日的商事講Round 先到這裏 明天再見